你好欢迎收看1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周六就是总统立委投票日 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傅昆奇 11号由县长徐真伟陪同 积极扫接拜票做最后的冲刺 前往秀林乡、新陈乡还有吉安乡 向民众请托支持 在关键时刻拉台声势 力催选民集中选票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3号傅昆奇 选择在选战最后的时刻 安排车队进行扫接拜票 11号从花莲县最北的秀林乡 新闻乡和吉安乡 并且宣示 台内和雅妮在花莲深耕 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 对国家建设贡献良多 冯金彬表示 她会和新政府全力支持 7月永续经营 共创花莲美好新未来 雅妮要永续经营对不对 对 他们还有很多社会责任对不对 对 光看对面的植物园就知道了 这个花了好多心思 大家没有办法把工业的 一个水泥场跟一个植物园 把它连接在一起 这是养蜜的用心 而且在资源的回收在用方面 我们养蜜一直都在进行 为地球来检碳 实际上水泥业 不只是我们国家往前迈进 在所有的重大的建设里面 都需要用水泥 而且更是我们国家工业里面 最重要的依法 所以我们不可能 全部都进口低价的水泥 公民党立委后选的副官启在新来许中的陪同之下 沿途扫杰拜票 用自己对花莲创造的地方重大交通建设来作为政绩 10号投票日 票头3号立委副官启 一起来为花莲进行打拼 记得就玩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